李宗盛彤 男子彦 诶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再一次 把台湾的保理地位带大家清楚 我来自台东 我是阿美主人 阿米斯 人家叫甲兆 甲兆是阿美族的 蔡奇阿美 家家戶戶都有 只是 這一家也有那一家也有 只是說那個族群不一樣 那阿美族的社會 它是屬於女性社會 所以男性在阿美族的社會裡面 比較那個什麼地位 阿美族的女婿 就叫做 Gatahu 或者是Azawa 那從這個名字裡面 可以知道這個阿美族的男性 是多麼的地位 就是 Gatahu的意思就是 幫優的意思 在阿美族的主義裡面 就是說你這個男子 來入罪到這個家庭裡面 你大概就是 就像是幫手一樣 我們增加一個能力 因為過去在農業的時代 能力比較吃緊 所以男性到了那個家庭 入罪到你這個太太的家庭之後呢 你就變成 這個家裡的這個幫手 所以 在男子到了這個 入罪的地方 連講話的遺地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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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的新聞 從 五月份開始 整個信息每天一報 有關整個國際局勢 從美國 在南海那個地方 派了兩艘 洪空母艦 然後原本 第七艦隊 在日本 同行客 也已經有一艘 那斯坦尼斯 那個 原本也有一艘 已經從 也一直在那邊 晃來晃去的 斯坦尼斯號 那現在美國 又再多派了一艘 到西太平洋 總共五艘在西太平洋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情形 可以知道 一個地區 有超過兩艘以上的 這個洪空母艦 就被 在美軍來講 屬於準戰爭的狀態 那 不過現在這個 這麼多艘出動 很不尋常 非常的不尋常 表示說 山羽越來豐滿 有這樣的氣氛 甚至於前幾天 安倍被叫醒 說中國跟俄羅斯的 那個侵逐艦 逼近了整個日本的領海 所以 整個跳起來之後 他們自衛隊也 日本的軍隊 海軍 以為了這個事情 特別的比較緊張 所以 從東海到南海 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緊張 好 那這樣的一個情勢 但是 事實上 跟我們今天是要上的課 也是沒有關係 其實它是牽扯到了一些 主權地位的問題 也就是說 南海這個 重裁 即將要 還即將要準備 在這一兩個月 這個月或下個月初 要做裁決的話 那這個裁決 人家 那個海洋法庭 也不可能 沒有道理的 或者是用 情感 或者是用什麼的方式 來去判決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一定會遵照 之前這塊土地 有沒有協議 有沒有條約存在 所以 不可能 不可能說 把之前 簽的旧金山合約 不變成那個 仲裁法庭裡面 不考慮的一點點 所以因此 我們今天 就從這樣來的開始 我們這個 我們今天的課程 因為今天我要講的是 我第一次講的 日暑迷在台灣的巴黎地位的第二集 過去都是講第一集 我們今天是第一次成立 第二集 原因是因為 現在的情勢 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緊張 那在緊張之間 也讓大家了解到 在這樣的情況下 到底是 怎麼樣去因應 怎麼樣去了解 或者怎麼樣去看待 我們現在媒體看到的 一切的這些資訊 好 有關台灣的巴黎地位 又要回 又要看到 主要有這兩個條約 戰爭法下的台灣 第一個條約就是 下關條約 也就是馬關條約 那馬關條約 在1895年4月17日簽訂 那當然 這個馬關條約 以前 有大清帝國 有民 有正成功 有荷蘭人 那 荷蘭人 被成功趕走 用什麼來趕走 用他的鼓勵 用他的有效的軍力 來一起趕走荷蘭人 那 明朝一被誰打敗 被康熙 康熙的那個時候 大清帝國把他 打敗之後把整個明朝的這區明年 從台灣整個搬到中國去 所以 進入到這個大清帝國之後 台灣就進入到 將近200年的肯執的階段 這個大清帝國之後 日本 這個 打了一場戰爭 跟大清帝國 打贏了之後 就簽訂了第一個條約 叫做馬關條約 如果說台灣的地位沒有 把這個兩個條約拿掉的話 你永遠走不到彼岸 就好像這個民進黨 他們的主張一樣 那 為什麼 用中華民國的民地 或者是台灣國 台灣共和國的方式 都永遠走不到終點 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因為 現在的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聯邦政府在媒體裡面 他的政論性節目的這些名嘴 他們避開 即便坦了 一些學者 把這個JJ3回憶帶進來之後 也是選擇性的來進 從裡面 斷章起立法 裡面的一些條 對 有利於他們把它調出來 比如說 第二條的B 這個地方 日本放棄了台灣的 一切情力 以及他的主張權力 主張權的時候 他們就說 他們就用這種 這句話 這條 來決定說 台灣的地位未定 是因為用這一條 所以因為台灣 日本放棄了台灣 所以台灣進入到了一些 什麼樣的狀態 無主義的狀態 比如說原來的地主 放棄了這個土地 是不是這個土地 就變成了 那個無主地呢 事實上他們 並沒有把戰爭法的概念帶進來 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 如果 因為所有的領土主權的交接 那個 割讓 或者是把它分出去 獨立出去 都必須要把 他的權力把它弄清楚 之後他才可以很完整的割出去 所以為什麼要用條約 來去介入 來進入今天的 整個 台灣的地位 這個 法理地位 連遠在這裡 沒有這兩個條約 你不管你用什麼名義 不管你用什麼 你即便 中國民國在台灣 七十年 七十年了 也沒有辦法改變台灣的地位 是因為 沒有把這兩條條約 好好的把它帶進來 因為這兩個條約是什麼 都是戰爭 每一個條約都是戰爭 然後都是戰爭 戰爭的一個結果 好 第二個條約就是 就近戰鬥平條約 1951年9月8號簽訂 1952年4月23年 就1952年 大家注意到這個1952年 這個 這個是一個 台灣地位 法理地位的一個 關鍵的一個 時間點 關鍵的時間點 然後 你們 記得這個1951年 跟1952年的時候 再回想到 蔣介石 從中國被中國共產黨打敗 他們逃難到台灣來 他是在1949年 1949年 那這個條約是1952年 那1945年 這個蔣介石 因為奈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讓蔣介石的軍隊得以到台灣 進行軍事戰略 可是他們欺騙台灣人說 台灣已經光復了 沒有 那個什麼 那個 台灣人過去是日本人 過去是享有日本國籍 既然台灣是過去是日本人 和中華民國來到台灣何來光復 當然就沒有所謂的光復 那去騙了台灣人說 台灣光復了 那怎麼會從日本來光復 光復應該是 日本把台灣拿回來叫做光復 好 來看 這個是中日馬關條約 這個中日馬關條約就是 這個 我們可以注意看的重點在這裡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藍色的這個部分 你們看這個整個條約的整個開始 內容的開始 有沒有看到 那個國家跟國家 有沒有 在這檔有沒有 大清帝國一個國家 當然有帝國對不對 大清帝國的什麼人 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的什麼 皇帝 簽什麼 合約 所以皇帝這個國家的皇帝跟皇帝 再簽合約化 這個解釋應該很清楚 是不是國家是政府跟政府的關係 有沒有 沒有沒有對不對 很清楚 所以他這裡說 其兩國 極其沉迷從修平和共享幸福 這個意思是什麼 為什麼要把這個 延伸到這個意思呢 有沒有 且杜絕將來紛紛之端 意思就是說 他們在簽這個條約有沒有所謂的 竊 偷竊的行為 有沒有 可以看到偷竊的行為 沒有 也就是說 因為既然沒有偷竊的行為 也沒有什麼 藏據的行為 而且是皇帝 很在和平的前提下 簽訂合約 所以為什麼我們 讀教科書的時候 他把我們說 日本竊佔台灣五十年 有沒有竊佔 有沒有 沒有 很明顯沒有 第二個就是 這邊 誰簽了 李鴻章跟李金方 李鴻伯 跟陸奧中 為什麼李鴻章 算聰明 李鴻章 如果沒有李鴻章的話 恐怕 這個中國有些地方 就會變成日本 變成日本 那 雄章把整個 整個 整個 損失 那個什麼 損失用到最低 就只有把一些 跟中國 等領土 無關的這些本地 就割讓給他們的帝國 好 台灣 台灣永遠割讓你日本 台灣永遠割讓你日本 這個是法官條約的 第二 這裡 永遠讓你日本 有沒有說 五十年 我讀書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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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那個歷史 就是 台灣 被日本欠佔五十年 那這裡 事實證明 是永遠隔了你日本 是哪裡 這邊有寫的 台灣全島 及附屬個島嶼 很努力 清清楚楚的 那這裡提到 台灣全島 跟所有附屬島嶼 你們知道附屬島嶼 是 什麼地方 你們知道的附屬島嶼 會 附屬島嶼當然包含什麼 那個 噴江嶼 算了齁 龜山島算不算 算 藍嶼 綠島 算了齁 三仙台 算了 釣魚台 釣魚 算了齁 好 這個誰 是誰 有沒有人知道 認識這個人 沒有 如果你有認識的話 那就來不及了 這位 是日本第一任的天王 他叫小林伍丁 在公元前六百六十年 二月十一日 到五百八十三十一日 在會期間七十五年 那為什麼要把這個提起來呢 那幾個 有幾個重點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這個是在公元前六百二十年 大秦帝國 秦朝 我們講的中國第一個皇帝 秦始皇 他在公元前 公元二百二十年前 那我記得 我小時候也聽一個歷史故事 是這樣說 他說 秦始皇 有一天 他得到了天下 得到了天下之後 他就想進了榮華富貴 之後呢 他想說 我要去 永遠去享受這個榮華富貴 該怎麼辦呢 就必須去尋找 藏身不容量 有沒有 有聽過這個故事嗎 有 然後呢 他就派了一個大臣 說 請你幫我到 任何一個地方去尋找 藏身不容量 就有一個大臣說 好 士高分有說 我知道哪裡 那個地方叫 紅藍仙島 所以他們講 那他們就 就那個 就 啟程了 到了日本 結果他們說到了日本之後 他們覺得日本好了 而且又跨海 所以因此他們就不想回來 那些那類群人就成為什麼 日本的祖先 這個是 這個也是傳說 也沒有什麼歷史的根據 那這個 剛剛我們提到 秦始皇是在公元前二百二十五年以前 可是你們注意看 神武天皇在六百六十五年 也就是說日本的帝國的 這個帝國的明顯已經兩千六百七十多年 兩千七百多年 兩千七百多年 這麼長的時間 那些 比中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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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以來還久 所以中國 那個秦始皇以前就是春秋葬國 那種 奔老的 諸侯國 那時候的中國 並不是統一的中國 此 很多的廣言 透過 各式的證據來 各類的證據來 去破解 讓台灣也能夠 知道這個真相 現在是真相 報告大天下的時機 所以很多機密資料 一個一個一個的被 被現出來 好 有沒有看過這些 有沒有認識 應該這個認識吧 因為這個海婆子 這是誰 這是誰 有沒有認識這個 這是誰 這個是現在的金上天皇 日本天皇 咦 大家想 日本天皇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這個人在 表示一件事情存在 大日本帝國是存在的 要不然這個 就被不見了 如果說大日本帝國 那個天皇不在 的話 大日本帝國不在的話 那 那為什麼 日本之上還有天皇 然後每年還要去那個 他們的首相 他們的總理 要去天皇那邊 進去 怎麼樣 去打祝賀 或者是祝壽 表示說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 並不能沒有天皇 也就是他的延續性是存在的 雖然他在二戰被美國打敗 但是呢 美國並沒有把天皇的這個帝國制度 把它消滅掉 還是允許他出戰 只是 將他的 什麼 政治權力把它拿掉 譬如說什麼 過去的台灣總督 就是他任命 總督是他任命 只要是海外的總督都是由天皇來任命 甚至於過去叫做什麼 宰相 或者是首相 現在叫總理 因為他從老百姓那邊選舉出來的這個 這個領導人 現在叫安倍總理大臣 現在叫總理大臣 那這個是這個的父親 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上來就是大政天皇 大政天皇上來為什麼 明治天皇 一脈相承 這個表示什麼 表示日本帝國的存在 天皇的存在到目前為止 還是一樣持續一直到了 現在是一百二十五代 那是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三 延續下去 那甚至於他接班來 他的那個 要準備接這個天皇的這些人 一數位的人 也都會在他的旁邊 也是他的兒子 然後他的兒子 好 既然天皇在 這個 為什麼要把這個天皇的概念 告訴大家 原因是因為 這個跟台灣的地位 非常有關係 非常有關係 剛剛馬關條約告訴我們 台灣永遠讓日本 除非有另外一個條約 把它取代 否則的話 這個條約是不能取消的 也不能片面把它取消 不能片面取消 OK 好 我們再看舊金三合約 剛剛講到開馬關條約之後 那 後來最新的 在台灣的地位裡面 最新的目前 就是舊金三合約 舊金三合約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日期 是在1951年9月8日 簽署 1952年4月28日生效 好我們來看 和平條約 朝鮮與台灣的處置不同 來 第一個 我們來看第二個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很簡單 所以我要奉獻這些 台獨的這些 份子 如果台灣真的要 變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話 就直接 這個 那個 朝鮮是從哪裡獨立出來的 他的宗主國 這個就是那個概念 你是要從哪裡獨立出來的 這裡顯得很清楚 朝鮮是從哪裡獨立出來的 從日本哪裡獨立出來的 郭靖馬關條約 今天是連朝鮮 朝鮮半島都永遠讓給日本天王 那你要從日本天王 你要獨立的話 你必須要從哪裡 從日本這個地方獨立出來 那為什麼要日本承認 例如說 我有一塊土地 我的兄弟可以幫我賣掉了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以嗎 你有一塊土地 你的兄弟可以幫你賣出去嗎 或者是 我有一棟房子要租出去 我的兄弟姐妹可以幫我簽名嗎 這會簽成到什麼 效率對不對 即便你簽了一個契約書 也是無效 因為為什麼會無效 是因為不是當事 所以人家想 到底這個土地 這個產權 這個動產也好 這個不動產也好 到底是誰的 一定要把這個當事 這個權利人 來親自來承認 這個協議是有效的 才會有效 任何一個人的父母 你的兒女 也都沒有辦法代替你去簽 去承認這個部分 因為當簽成到效率 好 日本承認代表什麼 這個條約是有效率的 這個條約是有效率的 所以任何人假設 我們不承認 你不承認沒用 因為你不是地主 你不是地主 所以日本承認已經構成了 整個離土組前的完整的 切給各讓出去 交給出去 好 那台灣的組織是什麼 我們看 第1個 日本放棄 台灣彭埔制 所有權利 民慶請求全 奇怪了 為什麼 同樣 一個叫承認 一個叫放棄 這兩個差 差多久 差多遠 如果說台灣 台灣變成一個無阻地的話 他是用放棄是沒有錯 可是 他 他如果要讓這個放棄完成的交課 他必須要什麼 放棄台灣和谷之所有權利 民慶請求全 這邊放掉了 他就給你去 後面必須要有一個 逗號 說 擱讓給哪個什麼 國家 這個 才算是一個完整的一個條約 可是 在這裡 他是給你做到一半 沒錯 日本放棄了台灣土地 所有權利 民慶請求全 但是呢 並沒有說 擱讓給誰 這個土地變成什麼 懸在放棄中 作為所謂的 國 那個戰爭法裡面的 懸空擱讓 這是所謂的 那這裡又 偏偏為什麼會有這場口 有時候 有學員會說 既然放棄了 為什麼還 把它分成權利 民慶請求全 這個裡面 有沒有想說 現在這個 離土主權 有沒有 只是說所有權利 民慶 請求全 這個部分 就有一個 讓人家 一個模糊的空間 模糊的空間 好 主要佔領全國地紀條約 正確顯示 好 我們剛剛講到 舊金三合約 舊金三合約 一定是有一個國家 跟另外一個國家簽訂 那這個簽訂的國家 什麼樣的情形上 要你被迫要簽署 一個不平衡條約 人家要求你說 你要賠償我的戰爭賠償 我是戰爭屬師 所以因此要求 大敗的國家說 我必須要求你 你沒有錢還我 那你的靈土 必須讓我 在你的靈土上面 去採收一些 可以讓我賠償 我的利益的方式化 好 那我們先看到底 台灣的 主要佔領全國 是誰 這是在舊金三合約的 第23條 好 23條說 本條約 知日本批子文書 以及包含作為 主要佔領全國的 什麼 美利益和中國 美利益和中國 美利益和中國是什麼 哪個國家 美國嘛 對不對 這邊寫得很清楚 USA 有沒有 他是整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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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cupied power 就是這個是 主要的征服的國家 好 就是美國 有沒有講是 講中華民國 沒有了 法國一國 俄羅斯有沒有 完全沒有了 所以 這個權利在誰的手上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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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手上 好 那剛剛講到台灣 台灣被劇本放棄了 到底 誰對台灣有權利呢 他放棄給誰呢 因為 並沒有說 有沒有說剛剛第二條 講 我回頭第二條 有沒有把台灣說 割給美國 沒有 對不對 這裡就是很單純 幾句話而已 不囉嗦 有沒有說割給英國 也沒有 有沒有割給中華民國 也沒有 那 佔領全國這個地方 有沒有寫中華民國 有沒有 也沒有 所以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國共和國 對台灣有沒有任何權利 在條約裡面 看不到任何的權利 好 好 好 這個 這個應該大家知道了 來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剛剛看過的內桶 近上天桶 對不對 那這一位是誰 這位誰 高的這一位是誰 歐巴馬對不對 歐巴馬是剛剛提到嗎 我來講 這個叫做 這是兩個權利人 一個叫做馬關條約的權利人 第二個是舊金三合約的權利 他是代表的 也就是說 他有權利決定 他們透過戰爭所征服的 領土上的一切的權利 甚至於管理 這個土地上面的著名的權利 好 那台灣剛剛我們在舊金三合約 第二條V呢 清楚的知道 他是 台灣 被這個 這個 的 爸爸招惹天皇 放棄給的 剛剛講每一間的中國法 對不對 他是主要在你權利 為什麼 在2014年的時候 這兩個會 都在一起 幾十年間 沒有這些 美國總統不會做這種事情 突然間 他要他們兩個合體的 合體有什麼樣的重要的政治意義嗎 天皇陪了歐巴馬總統 走了十六步 之後是由歐巴馬來去點滅 後續的軍人 這表示什麼呢 你還是我的主要在你權利 我沒有你的同意 我不能發展武器或者是軍隊 這樣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好 然後 日內瓦公園一時 為什麼要講到這個 因為 剛剛我們提到 我們回到這個部分 因為他們在二戰 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這個 他們戰敗 這個國家戰勝 所以因此呢 被戰敗的國家 剛剛先講到領土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 這個總統呢 這個國家有權利 派他的軍隊到 這個國家的領土 這個 這個他的權利 以下的領土 來去進行戰利 所以 當初 日本戰敗的時候 美國是親自佔領了 日本的地 就是現在的日本的本島 那個九州 世國 跟這個北海道 還有那個 那個 本州 所以 好 既然他們有權利 佔領這個 戰敗的領土 像伊拉克 有沒有 美國進來 海上很短的時間被打敗 所以 有很長一段時間 內進一直在 這個 伊拉克這個地方 幫助 當地的平民政府 幫他們 幫助他們 建立平民政府之後呢 教導他們 進行民主的體制 所以 因此 美國金正會 教他們怎麼樣 執行三種 那種權力的那種體制 叫做 三權分立 就是行政權 立法權 跟司法權 他們必要在那個地上 但是 我們回過頭想 伊拉克可以這樣子 台灣 是不是也應該這樣子 同樣都是美國 殘留的地區 為什麼 美國在台灣 就搞出一個 創造出一個 所謂的台灣關係 是因為 這邊出現了一個劇情出來 也就是說 這個原本 邁克阿瑟 命令蔣介石的軍隊來台灣 執行占領 結果 誰知道 蔣介石是一個 不不起的阿董 中國人民 放棄了蔣介石 拋棄了蔣介石 不願意接受蔣介石的代理 接受了毛澤東 接受了共產黨 將蔣介石 趕到台灣 蔣介石一直戰敗戰敗戰敗 戰敗到最後 只好怎麼樣 逃難 只好台灣 因為這個是 你們查 這個在網路裡面 都被查到的東西 甚至於我 這邊都有一個畫面就是 蔣介石的這些政府官員 跟軍隊 還是被美軍的軍艦 把他載到台灣 載到台灣 這個是有歷史的東西 而且是有證據 所以因此 我們進入到這個 這個概念之後呢 這個 這個土地裡面的人民怎麼辦 就要受到這個 佔領者的 因為他有權力 所以他有權力去管理 但是呢 在國際公約裡面 有要求 戰勝的國家 這個佔領者 必須也不能滅帶 這個 被佔領國家的老百姓 所以 制定了一個公約 叫做日內瓦公約 日內瓦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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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明定 這個日內瓦公約 它如果說 這個國家侵犯了 這個日內瓦公約 這個條文 這個領導者必須受到最嚴重的刑法 按照美國的法 法律規定 至少20年以上的圖刑 甚至於死刑 教刑之類的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 第五十條 佔領國就是指這個美國 或者是他交代的 或者是他這個代理 代理美國的這個執政者 不管是你是代理還是你是當事人 他們的地位都叫做佔領者 這個佔領者必須怎麼樣 採取一切必要 第一個A的部分 以便利兒童之辯任及其父母登記 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改變他的姓氏 像我的阿嬤 我的阿嬤 過去沒有所謂的漢姓 我這個陳 我姓陳 是 蔣介石來台灣 執行他們的政政 要求所有在台灣 在台灣的距離一定要有判姓 所以我的阿嬤 就姓陳 可是他的親哥哥姓詹 他的親大姐姓死 就好像 我常常開玩笑 就好像一個骰子 有沒有 骰子不是有六個面嗎 然後這個面改成姓 百家姓 然後呢 這個副政人員就 問到底你想 你姓什麼 他說我不知道 我沒有姓意 就是你言不通 當時的原住民都是講母語 不通 那就是說 桌上有個傘 甩一甩 甩到陳 你就是姓陳 你連選擇的權利都沒有 因為人家也不懂 什麼叫做陳 什麼叫做張 什麼叫做神 或者是李啊 林啊 都不知道 原住民怎麼懂 怎麼都不行 所以 這裡在條約裡面 在公約裡面 是嚴禁占領者 改 強後改變他們的姓氏 我們這邊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種 滅主的一個動作 為什麼 滅主在公約裡面 是嚴禁 非常嚴格 就是 非常嚴格的 非常嚴格的禁止 不能做這種 滅主的動作 那 所以只能這樣的一個事情 延伸到我的指數的時候 我的子孫沒有看到我的阿嬤 我看到 可是到了我的珍珠 他說 我的阿公姓什麼 那我們應該就從中國來的吧 過氣的蘋果族 西部平原的這些 台灣的祖母 原住民 原本就在台灣的這些祖先們 像去年 在台中 發現了這個 4800年的 台灣的人 在台灣裡面 這個證明什麼呢 台灣人是跟中國是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關係 也就是說 居住在台灣的人 居住在中國的人 還久 你們 我們頂多 中國的朝代 春秋戰國之後 秦始皇 兩千多年 追不到三千也四千 因為以前都叫做什麼 聽說傳說 有沒有皇帝 是中國的祖先 什麼 下三週 那或是傳說 他並沒有 歷史的根據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所以 怎麼算我們的時間都 台灣 有人的歷史證據比中國更久 那你要講更久的話 台灣目前在巴仙洞 都還暗 那時候 新舊石器時代 台灣就已經有人了 那這些人 那這些人 根據這些專家的測定 最早 最早 三萬年 最久 五萬五千年 也就是說 五萬五千年 剛剛有人類 就是 據這個 證據顯示 現在活著的人類 是最早可以追到六萬年 最早 從非洲 人類的 整個千年 是從非洲 千年 擴散出來 到了台灣 是五萬五千年 也就是說台灣的人 總是很早以前就有 五萬五千 更早以前 第二個 改變國籍 但該國 不得改變 日本 這個地位 我們的國籍 原本 我的阿公叫 你是日本國籍 我的爸爸是日本國籍 我的爸爸都原來日本名字 我們的姓叫大理 結果 我們 被改姓了 OK 我們被 改變國籍 他說什麼 我的爸爸是日本國籍 我的阿公是日本國籍 怎麼生出一個中國籍 不是很奇怪 我從來沒有同意說 我要當中國人 沒有 那你們回頭看你們的身份證 你們有申請台灣民證 我的身份證 有申請了幾首 1 2 2 如果沒有的話 你回頭看你的身份證 你沒有辦法證明你是台灣人 只能跟你說你是在 這個台灣這個地方生活 你多就是這個 但是呢 他這個頭選一定跟你講說 你是中國籍 中華民國 Requip from China 就是中國籍 你完全沒有辦法說 我不承認這個 你不承認中華民國了 就是這樣 所以 China 就是中國 所以沒有辦法說 我用你的情緒 或你的感情 說 我們在這邊 這麼久了 我出生在這個地方 我對這個土地 有產生的感情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好 好 再來 參政黨 不得使其參加 歷屬開口的各種組織 也就是說 事實上 它不能要求台灣人參加什麼民進黨 台聯黨 什麼 這個也違反 那到時候這個要是跟誰上 一定是跟中華民國 台湾民政府在去年 在去年的2月28年 2015年的2月28年 向美國 還有中華民國 控告 首先呢 美國的地方法院 也受理了這個 也受理了這個 這個 訴狀 也把它 進行了整個調查 也進行了這些 長期的 在法院上做工法 做了工法 所以呢 這個部分 最後 美國把所有的責任 推給中華民國 美國說 有不改變國際的這個部分 美國不知情 純粹是中華民國 這些執政當局 他們個人的主張 他們強迫台灣人 集體規劃為中國人 台灣 就是日本台灣人 日本國際台灣人 強迫 他們集體規劃為中國人 這事實上已經違反了 整個人權的 這個條約 好 再來 第五十條 好 第五十一條 不能偵兵人 不顧兵 佔領國務的強迫 被保護的人 被佔領地區的人 就是要做被保護的人 我們台灣人就是被保護的人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祖國被美國打敗 所以因此呢 這邊提到 一個 戰友國不得強迫把被保護人 武裝或輔助部隊 也就是說你不能當兵 即便是 也不行 募兵也不行 第二個 這裡 有參加軍事行動 被保護人 不得強迫去擔任任何SPEED 有參加軍事行動是義務工作 其實有關軍事的事情 台灣人都不應該撐 第三個 在任何情況下 曾公布的病人 動員工人 參加軍事或辦軍事 所謂的 叫台灣人去反攻大陸 這個是違反 日聯合公約 再來 叫台灣人去打什麼 去金門當炮灰 這個也不允許 不允許 在公約裡面是不允許 所以這個部分 最後 美國軍政府 不得不要向中華民國提出 他們要提出轉型正義 蔡英文的政府 永遠沒有辦法 在這樣的體制內 去轉型正義 因為 馬英九的 馬英九的這個 中國人是 佔領台灣的 他是佔領者 你蔡英文 你不是中國人 你是被佔領的人 被佔領的人 怎麼可以 對佔領者 提出轉型正義呢 這個是在法理上 是不允許的 所以 那講到 既然是法理上不允許 那他們又再談 說要轉型正義 那叫做什麼 那叫做 欺騙台灣人 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 好 最近 最慌的 南海的 情勢 非常的嚴重 讓大家知道一下整個 有沒有 這裡 那個南海到底 日本 中國在哪裡造稿 太天島在這裡 永屬礁 在這個附近 那個五個造稿都在這裡 好 因為最近就沒有發 他就要進行韓亞的這個 那個 國際法庭判 那個仲裁 仲裁 仲裁很有可能 會 把這個 權力還給美國人 因為美國人一起用 魔國的策略 說 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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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行自由啊 什麼之類的 其實美國人都不講真話 其實 在駐金山等業有明文規定 美國對南沙群島跟西沙群島 有管轄權 有管轄權 所以知道那 其實美國 您知道為什麼他要倒債出信 他就是 由他們的重大政策 美國在2005年開始轉向亞洲 從返亞太 軍事 政治 經濟 再平坦的這個政策 讓美國人 一天到晚 就往西太平洋走 其實年後 他們就一天到晚 往西太平洋走 好 我們來看 我剛剛講過 海牙法庭 遲早要判給美國人 歐巴馬說 中國 若侵略南海 美將來出兵 這是歐巴馬的侵略 歐巴馬用侵略 這兩個字 來定義 中國在南海 造島的行為 美國人說 你這個行為 已經違反了國際法 欸 為什麼歐巴馬要用侵略 你 這個國家的土地 被另外一個國家 用武軍隊 武裝的力量侵犯到 那個就叫侵略 不屬於你的 叫做什麼 侵略 好 既然歐巴馬已經跟全世界講說 中國如果侵略南海 美將出兵 為什麼 因為 美國對南沙青島 跟西沙青島 有什麼管轄權 有管轄權 所以他用侵略 當然是 是正確 在法理審券 但是台灣人看不到 在中華民國 那個馬英九執政的 那個年代 中華民國 扭曲了 透過媒體的行銷 扭曲了事實 說 太平好 中華民國 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叫他拿出權力來的時候 拿不出來 你的證據在哪裡 他拿不出來 中華民國實在拿不出來 那中華民國為什麼可以到太平島 是因為 美國說你們去那邊 幫我保護這些島 不要讓人家去那 確實在過去是 中華民國的軍隊 在尋利南海 那 整個時間 那個 勿換心理 就 改變了 誰知道 中國 因為經濟的崛起 竟然對海外 有擴張 擴張領土的 這個 企圖 結果 驚動到美國說 哎呦 我的海外島嶼 這樣讓你進來 也不跟我們講一聲 也不跟我們談一談 所以 美國德部 歐巴馬親自講侵略 這個已經是美國最高的連鎖 基於他們的 美國的權力 提出了最嚴重的警告 帶來 我這裡有沒有 我剛剛講 這個靈魂放棄的部分 是 這邊剛剛我們知道的 第一款第二款 第三款就是所謂的 北方四島跟南華泰 我們來看第六款 這是舊金山回應第二款 第六款 有沒有 日的放棄 對南撒祈禱 西撒祈禱 一切權力 權力 權力名義 你了解 跟他一如一樣 一如一樣 那這些權力到哪裡了呢 現在 大家看到 我記得到第四場 所以我們再講 好 這邊美國也已經做準備 做主了準備 所以 史上一次派 七艘航空母艦到四 尤其是五 有五艘航空母艦在西派 第一次 這是非常不尋常的事情 也就是 我們講過嘛 山林一來風滿榮 這個氣氛非常的詭異 非常地不行詐 隨時會打一仗的疼性 所以大家不要不相信 但是美國已經 只是台灣 我們目前台灣 在台灣的媒體 不願意把它說得很清楚 說得很明白 給台灣人說得很明白 有一天 美軍來到台灣的時候 大家還傻傻的 台灣人基本上 比較不會排泄 美軍來到台灣 不會排泄 來的時候大家還搞不清楚 說美軍叫我們要來 或者是美軍來了之後 把包子打起來 台灣人說 歐美軍來了 你可以安心 因為台灣人很清楚 中華民國的 國軍 他們所謂的國軍 根本沒有能力 保護什麼 保護 這也是事實 我當過兵 很清楚 他們講的家商基地 我在那時候 當兵的時候 我在那邊住了三個月 在坑洞裡面 在三個月 裡面 裡面喔 我那時候有分南安北坑 我現在已經公開了 這個也沒什麼 以前是機密 現在不是的 大家都知道 我們那時候動作 是在南坑 後來蓋的是北坑 南坑就可以提了百家公司 很大 因為好大 那個飛機進來都沒問題 然後北坑是可以怎麼樣 他應該要靠近那個七星塔 那個地方 那時候就已經 說要設計成 飛機可以從動 一定會出 那時候就已經 傳說一定 那我們那時候為什麼 我會在那邊住 三個月的人 是因為 我們要測試 這個 假設 共軍 中國的軍隊 用導彈 把家商基地的機場 跟花林機場 把他炸掉了 整個 整個 跑道都不見了 台灣的飛機 還是可以怎麼樣 從洞裡面 飛出去 做第二波的步驟 攻擊 所以這個是事實 我們在這三個月訓練 第一個 最早 總共要演練 至少十次以上 為什麼 第一次要給指揮官看 第二次要給 那個 總司令看 第三次要給 三軍總司令看 第四次要給 參謀總長看 然後 國防部長要一次 最後才給 那時候是李登輝 李登輝 最後要去做巡視 來看 被炸掉之後的 跑道 東兵以 怎麼樣去 鋪接 然後讓飛機起飛 我們是做這樣的一個 實務上演練 那現在南跟北坑 再加上台東自航基地的 健康坑道 因為我在那個地方 我是修飛機的 我們是看 我負責20架飛機 每天飛機員要跟我要飛機 我要想辦法去 升飛機給他們飛 因為我們一個月也有 四百多架次的飛機 這樣子去訓練 所以這張坑道 那邊也可以 因為我看 那邊可以放72架飛機 因為它那是好幾個 那種 彎管齊的坑道 那 加山基地是整個 把山 鑽進去裡面 變成好像 裡面好像 有街道一樣 很大很大的一個 一個坑道在裡面 確實這是真實 因為我親戚也在那個地方 我也親戚在那邊 人讓我進去之後 我們三個月都在裡面 時刻讓他扎起摸摸在裡面 然後就把那個 宿景 把空間 然後一起動 發電力一起動 漲得裡面 都 那個 再來被定做的三個月 好 之後 這邊 美國已經準備 因應中國在南海的侵略 它美國已經把它定調 叫做侵略了 剛剛我們有看到 第六款 那個 日本放棄南沙西大群島的權利 那當然就是屬於美國的 所以美國 美國佔領的地區 他說 美國 歐巴馬講 美國打算成為 未來百年內的 世界女性 意思就是說 我們美國還要再 稱發一百年的意思 沒有所謂的 中國 我們來一起想 弄派兵 沒這回事 美國 被人家罵受拔權主義 事實上沒有美國還在不行 沒有美國整個 全世界一定亂丟 比如 那個 秦隆武首 秦隆武首 好 同時警告 美國已經準備好 因應中國在南海的侵略行為 不排除 動 第三位 好 這邊印象 一百零二 然後歐巴馬還警告中國說 美國已經準備好南海的侵略行為 重點在這裡 為什麼用侵略 歐巴馬 歐巴馬 然後美國在發起這個 南海這件事情的時候 美國一直警告 從兩年前一直警告中國 你們停止在南海的照顧 結果中國已經在那邊做了機場 在那邊放了一些炮台 把南海軍事化 美國就生氣了 我的土地讓你這樣子 開什麼玩笑 所以他們就透過他們的 所謂的合法的途徑 要解決中國的問題 那歐巴馬把南海的這個島礁 把他視為烏克蘭南部 的所謂的克里尼亞 被俄羅斯佔領的情況 是一模一樣的 但不同被定義整個非常多 烏克蘭的土地克里尼亞 被俄羅斯佔領 在美國 美國必須要做出態度 所以因此俄羅斯被誰制裁 被美國為首的這些歐盟國家 北約組織又經濟來去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現在很強到不行 因為他的東西不能出國 他的油不能被限制 被限制了之後 普丁為了要 又要打中東 西利亞幫西利亞黨上 結果跟中國借了五千元一支 那俄羅斯普丁說 是老大 要調個頭寸一下 不確定我們要去轉移整個 俄羅斯民怨 所以他們就去打中東 他們哪裡不找到西利亞 西利亞 中東是什麼 我們要去打中東